领基础 学IT 月薪过万 就来黑马程序员 黑马程序员 成就IT黑马 那么接下来两天的课程内容呢 是关于Linux的自有服务 我们今天呢会有五个自有服务 那分别是运行模式 用户和用户组管理 网络设置和SH 还有主机编决 自有服务 什么是自有服务 有的东西说自带的 可以这么理解 我们所说的这个自有服务呢 是指在不去安装 其他软件的同时 它自己这个命令 我们就能直接用了 就可以认为 其实这个服务呢 是系统内置的 所谓的这个自有的这个服务 自有服务 即不需要这个用户 不需要用户 独立去安装 安装这个软件 这个服务 而是当我们 系统安装好 安装好之后啊 就可以呢 直接使用 直接使用的 这个服务 我们称之为叫 自有服务 也可以认为 它其实就是内置的东西 我们不需要去管它了 我们要用直接用就行 不需要我们去做 说安装一个软件 这个呢就不需要我们安装了 所以称之为叫自有服务 自己就已经有的服务 叫自有服务 那么自有服务的第一个呢 叫运行模式 运行模式呢 在不同的文章介绍里面 可能叫法不一样 运行模式 我们备注一下 运行模式啊 也可以称之为叫运行级别 也可以称之为叫运行级别 那至于什么是运行模式 什么是运行级别 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词的话 待会我们看完这段内容 就知道它是干嘛的了 也称之为叫运行级别 那么谈到运行模式 或者说运行级别 不得不提到一个进程 在Ninux中啊 存在一个进程 一个进程 这个进程的名字 一定要记着叫IIT IIT呢 它的单词全称 给大家写一下啊 知道就可以了啊 叫I-N-I-T-I-A-L-I-Z-E 对这么长啊 含义叫初始化 含义叫初始化 所以呢 这个IIT这个命令呢 这个进程呢 我们称之为叫初始化进程 那么这个进程的话 其进程号是几呢 进程号或者说进程ID 进程ID是1 进程ID是1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去查看一下 这个进程 那刚好回顾一下 如果要查看这个进程 怎么查看呢 查看进程 PS-EF 后面 GIEP IIT 行 来走一遍看看啊 打开它 PS-EF 速线 过滤 过滤 I-I-T 走 发现了吧 它进程是不是1啊 然后它有复进程吗 没有 没有 行 那这样的话 说明的确呢 存在着这么一个进程 它的进程ID 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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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表达的含义 也就是它呢 其实是我们这台计算机呢 启动之后呢 第一个运行的进程 有这么一个进程啊 它的ID 是1 行 那这个的话 是我们先提到一个东西啊 叫I-I-T 有这么一个进程 那么在这个进程呢 它是个进程 它运行的时候 可能会需要一系列的信息 那么该进程 该进程 存在一个对应的 称之为叫配置文件 这是个进程 今天它有个配置文件 这个很合理啊 这个配置文件 叫什么名字呢 叫I-N-I-T TAB TAB TAB怎么理解 TABLE嘛 就表的意思啊 Init TABLE 注意这个地方是两个T 是两个T啊 千万不要写 写了一个T就写成一个T了 它是两个T 叫I-I-T TAB 这么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呢 就是 Init这个进程的 它对哪一个配置文件 这个文件比较重要 所以呢 这个文件我们称之为叫 系统的一个运行级别 配置文件 或者说运行模式 配置文件 那么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配置文件在什么地方啊 对 ETC下面的叫 I-N-I-T TAB 所以前面之前跟大家介绍 这个目录结构 是很重要的 以后呢 你但凡看到配置啊 配置 ETC下 这样找就好找了啊 ETC下的 Init TABLE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就是我们的运行级别 配置文件 一定要记住它 运行级别和这个进程 是有关系的啊 因为它是它的配置文件 所以呢 Init这个进程 在执行的时候 它会去读取在里面的信息 那么这个文件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啊 看看这个文件里面呢 到底有什么东西 看文件的方式 有好几个 L-E-S-S 还有呢 KET 还有呢 V-I-M 还有呢 HID 还有呢 HILL 对了啊 这几个命令还记得都不错 那用哪一个 就看我们想要时间 什么样的效果 那如果说我只是查看文件 不编辑 那是不是就可以不用V-I-M了 对吧 而不编辑 它有好几个 L-E-S KET 和T-E-L 以及KET 但是呢 它们又有点区别 你像KET和T-E-L 都表示查看一部分 是吧 而且我也并不知道 知道它有多少行 那用L-E-S 用L-E-S呢 也是可以的 那么除了L-E-S 还有KET 所以呢 用哪一个都行 就看呢 你怎么想的 ETCR的 I-N-I-T T 再输个T 我们就可以按哪个键了 TAB 让它补权了 让它补权了 就不需要自己去写了 好了 按一下回车 里面呢 它会有一些 大段大段的文字 大段大段文字 那么大段大段的文字 有一些东西 需要去注意的 就是这个警号 警号呢 它在配置文件里面 表示的是注释的意思 注释 什么是注释 就是它给你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这个注释 我们就可以称之为 要解释 因此呢 这里面上面这大段 的警号呢 其实呢 说实话 都可以把它删掉 对 只有一行很重要 就是那行没注释的 就这行 就这行 那么前面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 没有什么想去 要看到了 当然想读一下也行 说也应该Table 也是Online used 只被用于 只被用于 干嘛呢 By Upstart For the Default Run Level 这个文件呢 只是用来 被支持这个叫 默认德语级别的 然后 Adding Adding Other Configuration Here will have no effect On your system 就是说 你在这里面 加入一些 其他的配置啊 将不会对你的系统 产生影响 那么System Innihilation 然后Yes Started by ETC Init 什么什么什么 这就不用读了啊 那么咱们看什么地方呢 咱们这里面 最主要就是 看它格式 比较整齐的地方 一般的配置文件 因为这软件 大部分都是 国外的一些 这些机构开发的 所以呢 它的注释 基本上都是英文 那么英文的话 像这些句子 我们就不用看了 我们要看 就是看它很公整的地方 公整的地方 一般都是配置的地方 那看哪呢 看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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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截过来啊 文件的主要内容 文件的主要内容 把最后一行解下来吧 因为最后一行 它没有注释 所以呢 它是比较真正好的一个东西 嗯 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 我们把上面那个标题读一下啊 说 defort wrong level 默认的运行级别 the wrong level use the r 运行级别呢 被使用的有哪些呢 有 0 123456 说明它有几种一模式 七种是吧 根据上述的一个描述 我们可以得知 描述 可以得知 我们这个当前的 cent of s c ent cent of s 6.5中啊 存在 七种 运行 级别 或者说 模式怎么叫无所谓 怎么叫无所谓 它这里面写的是运行级别 那我们就称之为教育运级别吧 一共有七种 0到6 虽然是到6 但是呢 从0开始 所以它有七种 来个看一下 这个地方很重要啊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重点 就是你要记住 这个0到6 分别表示什么意思 第一个 0 0 0表什么意思呢 它说health health这个单子 在前面是不是提过呀 说它是关机的作用是吧 所以呢 0表示一个 表示关机的一个 级别 后面括号那句话 一定要读一下 Donald set init default to this 不要把它设置为 默认的 谁的默认配置 init default 是不是 那init default在哪啊 是不是它呀 所以呢 它后面有一个备注 这个备注 我们给它翻译一下 他说不要将运行级别 不要 将这个默认的 默认的运行级别 设置成 0 不要把它设置成0 至于为什么不要它设置成0 待会我们把1到6介绍完之后再说 第一个呢 第一个是0 第二个呢 就是数字为1了 叫1翻译一下 single single 就是单个的意思 single 单个 user叫用户 mod叫模式 那这个也就是单用户 模式 单用户 多用户 前面是不是提过了呀 单用户表示只能同时一个用户进行登录 是吧 然后多用户表示同时可以多个用户进行登录操作 那么Ninus默认是单很多啊 多用户 那如果说我想设成单用户呢 把它设置成1就行了啊 但是这个一般我们也不设置 一般是不设置的 但是能不能设置 可以设置啊 它和0不一样 0人家明确的说了 不要这么设置 然后再看2 2这个值 2这个值表示的含义是 2这个值 2这个值 看它上面这个描述啊 它怎么说的 来读一下 2呢 它表示说multi user multi multi和single刚好是相反的啊 multi和single刚好是相反的 它称之为叫多用户模式 多用户模式 但是without nfs nfs什么东西呢 nfs nfs 给它翻译一下 叫n呢叫netnetwork f叫file s叫srstm network file system 叫网络文件系统 网络文件系统 其实不带nfs 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认为 它就不带网络了 就是可以多用户 但是没网 没网 然后括号又来了一句 说the same as 3 and这个3 the same and 3 就是说和3是一样的 if you do not have networking 如果你没有网的话 你就可以用2了 它就和3一样了 所以这个的话是这个模式 第三个 第三个叫for multi user mode 它同样是不是也是多用户模式 多用户模式 但是是一个for for叫完全完整的是吧 完全完整的一个多用户模式 其实和2这个数字相比 它不就是带网吗 因为2和3的话 它说了是一样的 除非你没有网 那说明它的差异就带网 所以3是完整的用户模式 然后第四个 第四个 第四个说unused used表示被使用的 un表示取反 也就是没有被使用的模式 这个模式我们叫 称之为叫保留模式吧 就是系统先保留着 现在没被用 说明以后某段时间可能会被用 但是什么时候用 以人家说的为准 这个模式是被保留的 被保留的模式 然后第五个 第五个 第五个叫X11 X11呢 我们称之它叫做完整的图形化界面模式 叫完整的图形化界面模式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了5这个模式 或者说5这个级别 那么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的桌面了 就能看到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了 就是有这个 有这个图标啊 有这个桌面呢 这个呢 就是5这个模式了 5这个级别了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级别 就是第七个 它的序号是6 6呢 它表示reboot reboot这个单子 也不陌生了 表示重启是吧 所以这个呢 表示重启级别 表示重启级别 括号的一句话 也翻译一下 是不是和上面的一样啊 说不要将默认的那边级别 设置成这个值 这个值 这个值 行 那么首和尾都提到了 不要说把这东西呢 设置成这个值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不要设成这个值 先读一下最后的一句话 id5 init default 说明当前5是不是默认值 那么刚才介绍了说5 表示完整的一个图形化界面模式 因此 我们设置成5之后 是不是每一次开机都有桌面呢 那如果说我设置成0呢 你如果设置成0 那不好意思 你一开机就关机 一开机就关机 你就开不了机了啊 那如果设置成6呢 就是一开机就重启 一开机就重启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不能设置成0和6的原因了 所以这个地方怎么办啊 这个0和6给我们干嘛的呢 0和6其实就给我们进行 会计这个命令的 比如说你想关机 怎么的 之前咱们介绍一个init0吗 知道为什么用0了吗 因为0表示关机嘛 那从此怎么办呢 我们从罗试部的还可以用什么呀 init6是吧 行 那么这是这两个命令的由来 为什么可以这么来 init它是个进程 刚才提到了 不是说这个init是个进程吗 相当于我执行了这个进程 并且我给它了一个参数 那0不就是这个参数或者选项吗 那0啊 你给它个0之后 它来在那里查 0表示什么意思啊 0表示how它 行 那我给你关机 然后你穿个6过来啊 0表示6表示reboot 好给你重启 那是这么个原因啊 那其实是走到这 读的这个配置文件 与该该级别相关的几个命令 几个命令呢 要说一下的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iit0 0它表示的是表示关机 因为和模式一样对上 然后那么是不是init1到6都能用呢 的确是1到6都能用 但是除了这个4啊 都能用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有些东西我们不会去用的 相当于这个init1就很少去用 那么常用的这几个呢 给它列一下 init0除了0之外 还有init3 那如果从这个顺序来看的话 那么3的话 它表示的含义是表示切换到 视角多用户 我们上面这地方照着翻译视多用户 没问题 但是你如果切换到多用户 完整多用户模式下之后 注意啊 这个时候呢 是不带桌面的 不带桌面的 也就是我们在之前一直讲的 存命令行模式 它是存命令行模式 它是不带桌面的 所以这边呢 就表示的是切换到 不带桌面的模式下 也称之为叫多用户模式 4呢 这个东西呢 没有 init5 init5 init5表示 图形 见面吗 最后一个 init6 6表示 重启电脑 重启电脑 那么这几个命令的话 这些的这个命令啊 其实呢 都是调用的 哪个进程呢 iit进程 init进程 然后呢 将数字 这个数字 其实就是运行级别 就是运行级别啊 然后 传递给 我们这个进程 那么进程呢 去读配置文件 进程去读这个 配置文件 执行对应的一个 操作 是这么个原理 为什么这个命令 它能实现重启 能够实现切换 能够实现关机 就是因为init这个指令 它去读这个 传递过来选项 选项之后呢 它拿到配置文件 里去对比一下 看这个命令 到底是干嘛的 好 然后呢 来做对哪一个操作 来做对哪个操作 你不要设置啊 这个呢 你就不要做那个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 人家都明确告诉你了 不要设置这个模式 你还要去设置 不要去尝试啊 不要去尝试 你如果真想尝试 可以 是你之前做个拍照 万一回不来了 你恢复一下啊 这是这几个命令啊 那这几个命令介绍完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以后呢 我们说 我们都是基于这个叫 命令行模式 是吧 那么现在是同行界面 那我看一下 能不能切换过去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一个命令的切换了 那第一个 切换到我们的 存 命令行模式下 怎么切换呢 init3 是吧 init3 行 那么输入这个命令 init3 3啊 但是注意 这个命令切换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求使用超级管理元件切换 因为普通用户 他没有这个权限 他没有这个权限啊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那写来这写一下吧 诶注意 init指令 init指令 需要超级管理元的 的权限啊 普通用户无法出行 类似的这些命令很多 包括我们下一节课要学习的这个用户和用户组的管理 也是一样的 大部分的命令呢 都是要超级管理完全才能运行啊 现在那么权限确定好之后呢 然后按下这个init3 然后输入回车 这个时候呢 他会有种给你关机的感觉 但是并没有关机啊 他已经快速的给你切换到了命令行模式了 那么这时候呢 是我们第一次进入全命令行模式 没有桌面吧 并且登录界面和之前是不是不一样了 之前是一个输入框 现在变成了命令行了 然后怎么登录呢 logo host login 后面让我们输什么 输用户名 先输用户名 然后这个时候password 密码嘛 注意这个地方输密码和我们之前不一样 我们之前输一个密码 它会有个信号来翻位的话 这个时候没有了啊 没有了 只要你确定你输的密码没有错 按回车就行了 它不会有任何提示 这个呢 和前面不一样 这一点我相信大家可能不大习惯 多用用就习惯了 多用用就习惯了啊 然后这地方会看到这个词 叫on tty1 tty什么东西来着 终端码 终端设备码 是终端设备这个编号 last login 上一次登录 什么时候登录呢 在这个终端上登录了 行 这地方需要注意就是说 我们在输入密码的时候 它不会有任何提示 你只要确定你出对了 按回车就行了 那万一输错了怎么办呢 如果你输错了 你按回车 它会告诉你 让你重输密码 如果你不想重视一次 你直接按backspace 按住了 按住了啊 按住之后 它就会自动完全散掉 然后你重新敲就行了 这个是切换啊 那么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命令啊 切换之后啊 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那么在输入密码的时候呢 没有没有这个信号提示啊 没有信号提示 提示输入啊 只要我们自己确认输入的密码 没有错误 按下回车即可 第一次如果用这种方式的话 可能不大习惯 那么多试几次啊 后面就习惯了 那不仅仅是这个地方 没有提示 包括我们后面用的一些 远程连接工具啊 它都是这样的 密码是输的时候呢 没有提示的啊 养成习惯就行了啊 就那么现在是 切换到这个模式下了 是吧 那如果说我想再回去怎么办呢 回到桌面模式啊 回到桌面模式 那么回到桌面模式的话 也就是 RNIT5 RNIT5 先来试一下 RNIT空格5 走 是不是看到鼠标了 对吧 这样就行了啊 行 RNIT 然后登录一下 可以了吧 OK啊 行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做一件事 再给它切回去 切回去到 3 好 切回去之后 切回去之后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 登录框啊 不是登录框 就是让我们登录这个东西啊 嗯 这次切换有点慢 嗯 哎呀 回到桌面了啊 行 进来之后 进来之后呢 然后 就可以了 可以了啊 然后接下来怎么办呢 接下来我们按一个命令 按一个命令叫 关机 而且有 关机啊 关机 那为什么要关机呢 待会开机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关机之前 它什么命令 是命令行模式是吧 哎 行 记住它是命令行模式 就行了 嗯 开机 咱等一下啊 看这个开机之后 是怎么见面 稍微等它开机啊 稍微等片刻 等这个白色的呢 到头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到底重启之后 它是什么模式 啊 到头啊 到头了 哎 你发现出现怎么了 出现鼠标了 那说明它什么模式啊 桌面模式 但是我在关机之前 明明是命令行模式啊 哎 所以注意啊 我们这个切换的话 如果你当前是 是这个 本身是五的话 那你现在切换成三 它是零时还永久的呀 哎 这个是零时切换啊 注意它是零时切换模式 重启之后 又 恢复原样 哎 重启之后 又恢复原样 原先是什么模式 它就是什么模式 原先是什么呀 原先不是五吗 五表是 桌面模式吗 图形 图形界面吧 所以呢 一重启之后呢 哎 它又恢复回去了 啊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啊 那之前也说过一句话 说我们这个 Ninux以后 一直都是命令模式 那这时候怎么办啊 哎 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 设置模式 永久为 命令行模式 怎么办 哎 我们先得登录进来是吧 哎 入它 然后呢 输入密码 啊 密码输进去之后呢 这时候我们进入到这个 桌面了 啊 进入到桌面了 进到桌面之后呢 打开这个终端 打开终端 打开终端 然后 干嘛 改配置是吧 VM ETC下的 RNIT TAB 走 改哪啊 改最后是吧 改最后 然后把 什么改成什么 把5改成 3 改完3之后 保存 退出 保存退出 网号 X 走 哎 它模式不也没变吗 哎 对了 将这个 ETC下的 INIT TAB 文件 中的 INIT DEF AULT 它的这个值 设置 乘 3 哎 然后不要忘了 然后 哎 我们需要去 重启 凑 凑凑系统 啊 然后 重启系统 行 重启 重启 第二个命令 我们今天先学的 INIT 6 是吧 INIT 6 哎 走 把这个结果 印证一下 印证完之后呢 咱就先下课休息会儿吧 好 看这个结果和我们想的 一不一样 等这个白色的 进度条到头了 对吧 现在没有图影画界面了嘛 当然比之前快一点了 啊 到头 行 到头之后呢 看看 什么模式 命令行模式了吧 哎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看不到了呀 啊 这个时候就看不到了啊 行 那这样的话 以后呢 我们所有的这个 一开机之后 默认进入的就是命令行了 哎 这个是永久更改我们的模式 通过这个 配置文件 来进行更改 啊 那由于现在默认模式是命令行模式 如果说我使用的是 NRT5的话 如果我使用NRT5会怎么样呢 5 它会怎么样啊 是不是看到鼠标了呀 那但是这个模式一重启 会怎么样 又回到了命令行嘛 哎 对 就看你哪一个是默认的啊 就看你哪一个是默认的啊 那以后呢 我们的默认模式啊 大家就注意了啊 以后我们就使用命令行了 以后就使用命令行了啊 所以这个操作啊 大家都把它改一下吧 8 5 改成3就行了 行 啊 运营级别啊 0到6 一定要注意哪一个是什么意思 千万不要四次层0和6啊 哈哈 小七 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